嚣张日本人偷袭刘文部 杨建平想主持公道 却反被韩国人潘一连水挑衅 他当场忍不住了 冲上台一打二 教训嚣张的日本人 这是一场发生在全新时代的一场摔角比赛 对战双方是一位日本选手和刘文部 这位日本选手的出场就十分的嚣张 他带着一个十分夸张的嘴套出场 甚至还推散工作人员直接上台 一边上台一边非常不礼貌的 指着工作人员 还比着非常不雅观恶手势 实在是让人看得非常的不爽 然而更过分的是 在对手刘文部上场的时候 他直接在后面猛冲过来 偷袭刘文部 刘文部当场就被打倒在地 最后嚣张的日本人对刘文部不停地踩踏 直至裁判冲过来将其拉开 他还趁机多踩了几脚 比赛正式开始 韩国人对着刘文部的手直接踩了下去 刘文部艰难起身 看起来非常的痛苦 然后趁刘文部还没恢复 不断地冲撞着刘文部 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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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三、四、 一、二、三、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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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我现在实际上 来 上我现在实际上 不要 不要 上我现在实际上 拿拿拿拿 不要 确实际上 好 然而在刘文波将对手一顿收拾 准备独秒时 突然冲上来一个黑衣男 给刘文波猛地来了一下 刘文波气不过向裁判理论 说黑衣男犯规 却遭到日本选手再次偷袭击打 甚至还将刘文波扔下了擂台 然后台下的黑衣男 趁机还补了几下 二打一还偷袭 实在是无耻 但也别当刘文波是吃素的 他很快还击 并且在观众的欢呼声中 越打越待机 黑衣男子被打得连滚带爬 泰秋 沙 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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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没劲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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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后日本选手下台和黑衣男子对刘文波进行双人殴打 台下的杨建平看不下去 想要出手阻止 日本选手却把矛头对准了杨建平 他拿起桌上的水喝了一口 直接喷在杨建平的脸上 随后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上台殴打刘文波 还对刘文波进行言语侮辱 双方大 出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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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1 2 3 4 劉文貌 安排妹 循姬冠軍 劉文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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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文布也没有放弃 他很快顽强起身换计了回去 竟再次遭到黑衣男子的偷袭 黑衣男子竟干脆直接上台 两人一起群殴刘文布 裁判想要阻止 连裁判也被揍了 这下杨建平终于是忍无可忍了 霸气冲上台 直接给了黑衣男一个过肩摔 还一脚踹翻了日本选手 把刘文布和裁判扶了起来 主动站在身边为刘文布保驾护航 没有了帮手的日本选手 被刘文布各种训练 终于在裁判读完秒 他还没有任何反抗 刘文布终于拿下了这场比赛 这是一场职业的摔角比赛 多少有点表演成分 大家就看个乐吧 觉得杨建平帅的打在公屏上 下期见